起床 抓了李白黄敬武 软禁了张岚罗龙金 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还在活跃啊 备职是职 你这个人啊 堂堂的保密局 上海战行动队长 六年时间 没抓住过一个共党 就连李白黄敬武这样的人 都错失在手下 盘利润的手里 反倒是维持市面上的治安 干得有声有色 你穿着警察的皮影 可真正要干的 应该是保密局的影响 你不认识 卑职办事不力 医院手走法 施药罚 现在 上海方方面面的人 都在安排撤离 我和毛局长商量 让你留下 是 任务是什么 根据北平 天津 和南京的情况 共产党进城后 不会令其如燥 势必也会将上海市政府 各个机构予以接受 你留下来做好服务 为他们服务 对 协助他们 完成接受 好好表现 取得信任 等我的命令 我要你做一把尖刀 在必要时 插进他们的心脏 给他们致命一击 您是让我深情 可是共党 不可能不调查我们 你身家如此清白 怕什么 这座让我做尖刀 一时又不起用 您是在看我 值不值得信任 你明明很聪明 警察干得也很好 就是报秘局的工作做不好 田队长 如果你是我 会不会怀疑 是自己挑错了人 保密局人才积极 立功很难 那就要抓住机会 好好表现 不过 如果还和以前一样 一个共党抓不住 一条情报都没有 到时候 我可不能保障 是不是会牺牲掉你 是